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胆大包天 皇上 银生节度使派遣大量士兵 杀我边陲百姓 谋逆作乱 此等逆贼人人得而诛之 皇上 切不能心词手软 百姓人乃南赵一民亦是炎皇子孙 为我太祖皇帝灭杨氏无道大义宁国 见我断氏大理佛国 亦立下汉马功劳 我大理已如氏治国 怎可轻易兴兵 皇上 百姓人富如街土 不留活可 泯灭人性 惨绝人寰哪 所以你们便以暴制暴吗 尚未查清事情的缘由 就妄下定论 为时过早 皇上 时不可待 当趁其羽翼未封 出之如雏鸟之时 防患于未然 他们是朕的子民 你们的手足 皇上 现在他们已成了豺狼虎豹 狼子野心尽险 今日不出 他日定有祸患 臣复义 来 小王爷 小王爷 不得了了 大理皇上派兵 屠杀了我们百姨人的村寨 你说什么 朝廷派兵屠杀了我们百姨人的村寨 不留活口 这是在村寨中辞到的惨奇 杨王爷 传令众将士 爱护这条异事 此事不许在意 银生协度使不过管辖十万百亿府兵 怎敢以卵击石处我圣主龙颜 犯我大理天威 沐华你怎么来了 皇上日夜操劳国事 劳心费神 请喝一杯清茶 饮消干火 这清茶采摘晾晒之后 难免会有些干硬 开水洗涤泡汁 自然苏醒 重新焕发出它自身的本质 茶香宜人 好一个茶香宜人 银生节度使镇守番礼已久 难免收外番的沾染 皇上施以恩责 潜移默化 安有不顺之礼 古有 红庄宰相陆珍 今有 金国诸葛木华 朕之姓义 江山设计之姓义 若能长半左右 我断正言 后宫家里三千 想得美 断世先废我君臣之盟 唯我村寨 屠我百姓 我百姓人一当自立为国 与之相抗 从此以后 赴我赵国国号 与大理国各自为政 与大理国为敌 此等大事 为何不见王爷 王爷正在闭关 一切事宜由我全权负责 萧王爷 你何取心众人 见此虎福如见父王 父王旨意 为节度使府 赴我大赵国 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 我也知道 你一定知道我会来 境内险香还盛 不入护穴 焉得胡子 阴生节度使有变 姿势体大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可以兴平 百姓民不聊生 失衡便宜 朕 实在不忍 此次前往 银生节度使境内 一探究竟 朕只希望 天下太平 百姓安靠 穆华真替万民 有如此的明君而欣慰 穆华 此去凶多吉少 银生节度使 所辖境内多瘴气 穆华怎能让皇上 孤身涉险 穆华 穆华愿为万民涉险 半军左右 穆华 皇上是担心我的安全 你曾说过 我是金国诸葛 还多次救驾于危难之中 此次深入百姨人腹地 怎可无我 王后 既然是金国诸葛 兵处江州城 一路直取大利 王后 如今我蒲甘 当以休养生息为主 万万不可兴兵 劫略大理所得吉养 远胜于数年休养生息 王后 臣驻战 王后 前番兵出江屠城 为银生节度时所作 致使我蒲甘国遭受重创 用兵之事还请王后三思啊 我蒲甘国民副国强兵强马壮 我让你们来是为了征战献策 不是来讲道理的 报 王后 我蒲甘永世锦资王令 不辱使命 以屠杀白族和百姨数十个村寨 分别留下了旗帜 快快请请 不愧是我蒲甘男儿凯旋归来 如今 就与这梅宫河之盼 隔岸 观火 断正言 看温宫怎么灭了你的大力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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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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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此刻遇现在这里埋伏祖杀 哪 本人来得真快 我看未必 或许 是 蒲干人 王后 大理国段正言 已突破我们的埋伏 段正言 这只是开始 以防大理来犯 我军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各将领听令 在蓝沧江折甲上定住时内 高速生将军带领公弩手埋伏草丛盾中 若是大理官兵渡江而来 投石入江 总驻敌船 公弩手在万箭齐发 敬间敌军 叛武将军在我军长三十里处埋下吐雷 若敌军大举难下 一旦渡我蓝沧江天险 我把一人撤退 敌军定会起疑 我带人点燃刀火锁 更将敌人炸得魂飞破灭 下王爷英明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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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切莫动手 我二人是大宋密使 奉无皇密制 求见大理国银生节度使 这里没有节度使 只有大兆国国主 百姨人这么快就自立了 西夏有八兵驻守 我军从蒲甘出发 利用银生节度使 指导大理 待歼灭大理 三国夹击 指导宋国 报 王后 此时段正言已进入赵国的边境 龙行浅瘫 少博温便是你段正言的死结 小王爷 善哉 子之心与吴心同 在下大宋密使王遇 副使杨沐华 见过小王爷 见过小王爷 来者是客 请坐吧 谢谢小王爷 谢谢小王爷 宋国派王密使前来 所为何事 大理国通报吴皇 说银生节度使 举兵叛乱了 吴皇便派我二人 前来访查此事 那只是大理的一面之词 给本王泼脏水罢 小王爷 小王爷 这里是吴皇给小王爷的玉笔书信 请小王爷过目 你不要认识 太阳了 他是有什么的 我认识 他也认识 我认识 他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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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理代我 本王可以考虑何谈 小王爷真是深民大义 谢王秘史夸赞 王某自江上来发觉一件怪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此地人杰地灵 风景钟灵玉秀 方才在江上面 见到兵役遇来如此多的巨石 是要增高低坝 防备与水患吗 此是用来备战的 备战 据我了解 这些巨石仅能用于防御 小王爷不是要进攻大理吗 看来秘史对我赵国有所误会 我百姨人自古不惜杀伐征战 本以为称臣大理国 可保我族人安居乐业 却不想 不久前 大理官兵屠杀我同胞 我百姨人丁西少 只能依靠这篮仓江天险 若是大理官兵渡江而来 我必将巨石头下 在这篮仓江中形成礁石 敌传触礁而沉 我便可趁敌军慌乱之际 攻其不备 以火箭射之便可大获全胜 小王爷 万万不可 此季虽可聚尖敌人 却也遗患百姨人自己 说来听听 巨石头江 河道必会阻塞 若逢雨落之年洪灾泛滥 河水必会冲回堤坝 那时下游的百姨人 皆成于鳖 良田沃土 皆成沼泽烂泥 那依王公子之义 当如何 用石料兴修水利 饮江水之其中 一可豚啃造田 令百姨人安居乐业 而可开坝冲垮一人 再说 又有蓝沧江峡谷可守 布下强弓硬弩 又何聚于大理人 不认识 所言极是 想不到你一个秘史 如此深谋远虑 本王很是欣赏 看来 宋国人才极己 所言非虚 本王如今出涉大赵国 一切百业待兴 还望 王秘史在这里多留几日 本王还有很多事情 想向先生请教 不认识 恭敬不如从令 我实在不懂 百姨人和大理之间 明明有误会 为什么你不解释 你作为大理国皇帝 眼看节度使要自立 不但不阻止 反而帮他治国 你到底怎么想的 如果我现在亮明身份 邵波温肯定不会相信我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既来之则安之 干脆叫他治国之道 这样的话 也足以代表大理皇帝的诚意 百姨百姓 只要能过上富足的日子 赵国自立之事 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断了 我对你的恨 欲劫难解 可我对你的爱 更是刻骨铭心 长久以来 我一直都想把你当作我的死敌 恨不得把你错过杨晖 可是当我每次要杀你的时候 我却又下不了手 所以我决定 你 我要得到你 哪怕你不愿意来到我的身边 我也要清尽国力灭掉大理 让你无处可逃 我要杀掉所有你在乎的人 让你无人可依 要是认识你还不愿意 我就断你手脚 让你长落他前 一辈子 也无法离开我身边 王公子 本王看你似乎懂得些用兵之道 不如留在我百姨 祝本王共举大事 小王爷抬举王某 王某盛情难却 江太公为水垂掉 诸葛亮功耕龙母 我看你是彩笔先贤 有道是得贤者得天下 本王欲与公子结拜 在下不够区区觅矢 怎敢攀龙覆凤 什么龙 什么凤 小王爷便是这蓝沧江中的 龙 凤 依本姑娘看 这小王爷兵阶玉武 暗袖赢夹 言谈举止分明 就是个女人 慕华果然冰雪聪明 与朕心心相印 灵溪相偷 小王爷乃是金枝玉叶 王某我怎敢高攀 结拜之事 本王心意已决 今日便与王兄结拜 小王爷如此突然 王某受处若惊 周公图谱 请体谅本王的求财心切 皇天在上 后谷在下 我赵伯温愿与王玉 我王玉愿与邵伯温 皆为一姓兄弟 今后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就像这个金杯一样 杯子完整 里面的酒就会聚在一起 同心协力 若有破损 就会有一部分洒出来 拖在地上 日夜被风沙吹袭 王兄刚才所说的 武力生产 教习文化 扩大能田 增长人口 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本王深以为然 只是这个金杯 本王另有见解 不妨说来听听 王兄殊不知 金杯已然残缺 洒出来的酒 经过了风沙历练 无论变成风还是变成沙 都自有它的归属 唯独不可能的 就是再回到酒杯里了 覆水难收 就是这个道理 王爷说得好 虽和我的见解不同 却也另有一番高论 既然如此 那在下 只能劝王爷 好生培养这些风沙 有朝一日 风沙也会变成良田雾土 本王记下了 这个邵伯温好狡猾 段郎将国家比作金杯 就是要劝解他不要自立 谁知道他这么快就识破了 这个段郎也真是 一看到这年轻貌美的女子 连句辩解都说不出口了 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 借着月色美酒 我还有一事相请 本王有个宝媚 谈不上天姿国色 却也青春年少 我想拿王兄为媚婿 王爷不可 王某心有所属 不上天姿国色 也许可乞令妹 可惜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难迁 此情可待成追忆 恨味相逢在少年 先帝 有道士 酒逢之己千杯少 今天你我痛饮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更愁 江山如画 折几沉沙 过往云烟都放下 此时风华 最潇洒 来 枪尽酒 枪尽酒 杯莫停 想不到王兄竟然有如此身手 王爷有所不知 我们作为密探经常外出 若五点防身之术 身上所带的机密要件 就会被敌国强杀 就会被敌国强杀 也许 也是 想不到这江北竟如此猖獗 竟与本王脚下行凶 快走 我这一个大人认识 来 我心俊 我心俊 似乎 挑逐 明天 我心俊 好 谁给你们的胆子 假戏真做 你们就擅自做主 尚也连环刺杀 甚至对本王步步紧逼 刀刀相杀 如果不是那个王爷 本王早已成为了你们的刀下鬼 小王爷 我们真的是奉命行事 绝对不敢违抗你的命运 自上次刺杀以后 我们即刻回应 不曾有片刻的懈怠 真不是你们 我的一向以亡命为重 丝毫不敢违反哪 如此会借机 究竟是何人所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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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便是江上棍水摸鱼的刺客 传令下去 增加守卫 严防戒备 扩张巡逻搜杀范围 绝不可纵放一个可疑之人 绝命 螳螂不产 黄雀在后 雕虫小机 为什么自己行动却不告诉我 我想查明刺客真相 你查到什么了 黑衣人是邵伯温安排的 可后来的那批刺客也对邵伯温下了杀手 那水里面的是邵伯温安排的 后来在岸上的是他人死士 木华 你在邵伯温的军营里好生安养 我出去今日 要去调查幕后黑手吗 我有一计 何计 赴使革职 逐出大营 万万不可 现在正是敌暗过明 不能让你去冒险 如今邵伯温是不会帮你走的 而且你的安危更重要 木华 我心已决 王兄休息了吗 机会稍纵及时 已无时间考虑 木华 你我共事多年 大小埋伏 遭遇百次 如今你却只够上保护你那个新结拜的兄弟 木华 你不用站坐 我们可以从长进 王回汴京 给你永无相见 木华 我绝不允许你再孤身犯险 你就在这里 享受荣华富贵吧 我绝不允许你 иф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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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你如此之快便现身 只是不知为何藏头露尾 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有必要 看我的真面目 你到底是谁 你和段正言在一起相识才几天 难道就已经忘了阿修罗部 和天龙皇族的仇恨了 人身蛇手 难不成你是模糊罗家部的人 我要杀了你 杀了段正言 身边所有的人 段正言人心所向 你难道 杀得完天下苍生吗 我用你作为妖邪 不怕他不回到我身上 快去 把段正言给我带回来 我用你作为妖邪 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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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王兄准备了百仪人最好吃的点心 与王兄共享 财弟 你又没有时刻牵挂的人 有 身在眼前 心在天边 我 却弄丢了它 皇兄随我来 你看着山剑鸟儿成双 花间蝶儿成对 你我水中倒影成影 也不舒服 丈夫配红妆 好香啊 有一股淡淡的烟嘴 王兄 我大赵国江山与本王比 谁更均 山河之美在于钟灵玉秀 贤帝之美在于面如冠玉 貌似攀安 王兄 你看这蓝沧江美景 此时此景 是不是正如唐人妇 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孤雾其妃 他日我得天下 定与王兄共坐江山 平分这秋色 来 崇尘 缓了你们的狼情愜意 我和小王爷只是结拜兄弟 是 你们门当户对 表面上是结为兄弟 实际上是复畅复随 木华 你究竟想说什么 阿修罗 奉马王之令 传你回去问罪 小心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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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是受了蛊毒 您叫绝勤蛊 此蛊可以放大人的仇恨 并抹掉一切恩情 可有解救之法 容我观察几日 方可断言 求先生帮忙 一定要医好我妹 是 是 夏王爷 王兄 不必过于悲伤 赴时 吉人自有天相 马王 杨木华果然厕杀段正言 只是为哪吟生结斗事 夏王爷迷讳 亦断正言对杨木华的爱 杨木华定不损丝毫 他已服下绝勤骨 待他醒来 定会再次断正言 立刻传信 给少伯温与他名义 拆穿断正言的身份 他与我势有非敌 定不会坏我好事 是 是 想不到 他竟然是大理国的国主 段正言 难怪言语不俗 更是身谋远虑 生得玉树临风 令我一箭生怜 他贵为一国之主 知身前脉 面对我建国自立 竟也不动声色 江中刺杀试探 更是面不改色 称府之身 让我莫测难料 只是 你为何偏偏就是断正言 叫我爱 叫我恨 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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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芈女 给断皇爷 请安了 我 你知道吗 你离开我的这段时间 我仿佛见好了一千年 一万年 我的脑子里 全都是你的身影 全都是 我 以后 不管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孤身犯险 你我生死于苦 能办 我们一起丹 有祸 一起闯 答应我 绝不可再离开我半步 绝情古毒 尚不能左右梦华 谁 又能分开我们呢 木华快告诉我 绝情古毒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断郎忘了吗 为了救木华 畜生入死在西夏 寻回的钱达婆其香 钱达婆其香 百毒不侵 真是天龙八步 冥冥之中保佑我与木华 我离去当夜 遭遇神秘马王暗算 他企图利用古毒 控制我来抓你 我只能假惜真做 方能取信于他 然马王在暗中 更联合百仪人 邵不温已经知道你我身份 这里并非可留之地 事情尚未水落石出 百仪人谋反 难成定局 他们既然已知我们的身份 就更不能离开了 不幸中的万幸 邵不温对你心生爱意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瓦解他和马王之间的盟约 君子得天下 当光明磊落 怎可利用感情 成大事者不惧小节 断郎为的是天下 为的是和平 可是我 欲行不忍 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恶有甚于死者 为了天下 慕华只能替你下这步棋了 是 刺激 刺激 地盯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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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的爱 就配不上你的情 只有两情相悦 才能够朝朝暮夷 一切都是因令 此时和暮夸 毫无关系 大理皇帝 是想与我拜天地 还是要看本王 将他碎尸万段 好 我答应你 成亲之日 便是暮夸自由之事 均无戏言 均无戏言 备婚 苍海月鸣朱油泪 蓝天日暮 雨胜燕 只是公主珍珠 段正言 非欲 断郎是想与我 共守归房 却如同相隔天涯 永不谋面吗 朕 难道断郎娶我 就只是为了交易 望公主信守今日之约 据我所知 天忠与阿修罗乃是天生仇敌 段郎怎么会与杨沐华相爱 我与沐华曾数次生死欲共 孙子九地中有云 夫无人与岳人相误一 当其同舟共济 御风其相救 也如左右手也 我他之旁 总有刺杀你之人 如何安心 能让心爱之人安然无恙 死亦何惧 杨沐华 你活在世上一天 段郎便会为你牵肠挂肚一天 我必须让你死 你刚莽王 军师带到 我乃大赵国使者 奉我王令 这次是来给莽王送信的 杨沐华 才是段郎岩的骨毒 大费周章之后 还是要利用你 才能引他前来救范 朕是天助我眼 段郑岩 我要让这里 成为真正的修罗战场 你我的恩怨 也该了解了 难道段郎从没对我 我生过半点爱意 双兔棒递走 安知是雄辞 还记得 你我结败于范州之上吗 有一种 我说的 咱寿 要求还要 мол 啊 等你 找我 多快 是 怕委屈佳人 今日我与段郎为棋 便是一招了 一招夫 一招妻 一招郡 一招臣 我来 公主 对不起 我深知公主对我的真心 也知公主 能如此委屈自己 是我段正言的伏计 只是我和沐华早已相爱 我心中除了对沐华的爱慕之情 已挤不进任何感情 公主对正言的厚爱 正言无以为报 只有更勤于政务 让两国的百姓 过上富足的生活 又是你 蛇蝎人 真正的蛇蝎人 是那大昭国的明珠公主 一秋之鹤 我与她不同 她要的 是大理国主的心 而我只要 大理国主的人 痴人说梦吧 堂堂大理国主 真龙天子 岂是你这地头蛇 能左右呢 所以 没有你这美丽的 阿修罗作用 怎么能引得出 大理国的真龙 大理国主 莽王 我们的人已安排妥当 段正言 这回我布下你一局 量你插翅难逃 我会把你永远锁在我们的蝴蝶圈 段郎 这是我百亿人自酿的美酒 名叫醉生梦死 你我夫妻从不曾畅饮 醉生梦死 段郎 请敬酒 是 在这边双袖双废 从此以后 我才是你爱的人 不 解刀杀人 不错 少伯温欲得军心 必欲除我而后快 定会通知蟒王中途拦截 蟒王不但未能借 少伯温之手把你赶走 反而将自己喜欢的人 送与他人完婚 心更生恨 定会与百仪人的盟约 土崩瓦解 不行 我绝对不可以让任何人 再拆散你和我 拆散的 是你我的人 拆不散 是你我的心 我怎么忍心 让你再次进入蛇蝎之地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你 大理国主 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我 而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摧毁他们的盟约 那是百仪人归顺 牛鬼蛇神 又何族盗哉 我怎么能忍心 慕华 此行万般凶险 女为月己者荣 是为知己者死 慕华福达命大 断郎 放宽心 我断政颜 大理皇帝 堂堂九五至尊 异国之主 这些却为一劫度使公主 招为驸马 软禁在这小院之中 我宁毅被招为 你却连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无法保护 把天下之大忌 胜败兵家士夫妻 报休忍辱世难而 我宁毅都无法保护 卷徒重来为何之臣 无法 何以扫天心 恨我如今龙行前寒 竟无其可失 慕华此事更是阴心要路 心急如烦 片刻难安 慕华 你在哪 慕华 慕华 岳上柳梢桃 相约黄昏后 人面何处寻 桃园赴金狗 慕华 驾 小王爷 岳上柳梢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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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几接精锐 直奔蓝藏调峡谷 桃花园 上 上 上 不要过来 有埋伏 断狼 你不该管我 来时一双 回时一对 你能够为我孤身涉险 冒死前来 我也死而无憾 然而若是搭上性命 我必死而不甘 我来 只有一个目的 带你走 你不该管我 你不该管我 我把我捡了 我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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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捡了 我捡了 你不捡了 杨狼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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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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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乌华 很好 都到齐了 本宫行善 今日就送你们一程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堂堂百姨公主 竟然背信弃义 卑鄙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何来信 何谈义 温婉贞 今日本宫主就要与你清算 当日你派人伪装大理官兵 屠杀我百姨村寨的血海深仇 你连成败论英雄的道理都会多 跟我谈卑鄙 跟我谈不择手段似的 你明明知道段正言的信中 从来都不曾有关的 你一无反顾的 跟段正言逼婚 难道你就不卑鄙 你 妖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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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听她的蛊惑 不敢设举害你 更不敢以杨姑娘逼你与我成亲 还在旧中放了痴情蛊惑 你别说了 我会认识你 我都知道 别说了 看 有流星 好美啊 只可惜 每一颗流星的陨落 都代表着 一个人 离开这个世界 我也是天际的一颗星 看 哪颗最亮的就是我 你永远都不会坠落 因为 你是明珠 段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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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端朗 我爱你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如此 谢谢你 让我的生命中 遇见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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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 怎么样 你难道还不认输吗 温婉贞 你还有执迷不悟吗 我曾说过 嫁给蒲干王朝国王 为蒲干兵大开江头城门 直扑你大离国而来 你的决定 便是我的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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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把蝴蝶琥珀给我的那一刻起 我注定是这被困在琥珀中的蝶 注定失去 注定孤独 失去什么都不可怕 也包括失去爱的人 可怕的是 为爱 而失去自己 爱的极致就是为了得到你 可以不顾一切 所以 就算得不到你的心 也要得到你的人 这 不是在爱我 只是不肯认输 如果你还要偏执下去 只会万劫不复 只会万劫不复 要我妥协 除非天地变色 日月无光 那我就只好以命相搏 只求能够唤醒你 沉睡的善意 爱恨的得势 要胜者决定 与此 其实 甚至是 依然 становится 优优独播剧場 断老 想不到你明月死 也不愿和我在一起 不要 断老 灭老 万臣 你怎么这么傻 陪我去个地方吧 好 好 来 慢着 这儿 好美 好美的花 你若喜欢 每日我都带你来这儿 你爱过我吗 段正言 之前我以为 你总有一天会爱我 直到此时 我才发现 相爱 那么难 不过 婉贞的执念 依然还在 就算不能爱 也要让你 刻骨 铭心 不过 婉贞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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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